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準備放榜的映格DSC孝新 你們好 我是趙展鴻阿FELL 知道你們快要放榜 你們的心情一定有忐忑有期待 所以今天就等我陪大家去放鬆一下 隨時一會發現世界很大還很大 可以的你可以有更好的原來不怪還不怪 可有心跳跟你去探討這一世界 未來千知不太緣分尚未到別怕 定會到要相信一切是最好的乾牌 我等到課門的時候 心情一定是緊張的 因為很正常的緊張 收到成績表之後 我記得我第一件事做的事情 就是跟一群朋友一起交換成績題 看看你是多少分 我記得因為我的分數 還未可以入到我自己最想入的科目 所以我自己最後選擇去參加歌唱比賽 因為我覺得什麼興趣都可以變成職業 如果一輩子那麼長 但不可以一直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其實都有點可惜 所以我覺得未到做不到下去 就堅持 有否迷惘過 其實一定會有迷惘過 例如有什麼時候會最容易迷惘 就是當很想弄一首歌 但資金又不夠 然後認識的人又不夠多 變相很困難 這個部分會 怎樣走過 其實都是 一直之後都是靠直播去 儲錢去弄歌 有一群粉絲很支持我 其實是他們陪我度過 算是叫 唱作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因為唱作是 其實是生命影響生命 就是你填的詞 其實別人聽到 又有一些領悟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很有趣 因為我自己也有聽很多不同地方的歌 我這裡吸收一下 那裡吸收一下 其實都是一些人生道理 很多歌都是 靈感其實都是來自生活的不同瑣碎事 三個形容詞 我是有點固執、自我 但又是堅持的 我沒有程度上自己的固執和自我 令到我最後都是堅持自己想做的事 以及走回自己初中想走的路 有什麼特質呢? 其實都是固執 好像教人要固執 不是的 其實是你真的發掘到自己很喜歡那件事 你就自然會去的 最重要是你知道自己是喜歡那件事 還是喜歡那件事背後得到的一些東西 如果你是夠喜歡那件事的本身 其實我覺得你就不會放棄了 放棚期間 同學有任何疑問 都可以打給清協DSC星學專線 電話是2777-1112 或者上他們的網頁瀏覽 2022電子版放棚攻略 祝大家一切順利 一切都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